剛剛這個我們今天講到這個桃園的反應 我只能說文燦以及文燦的接班人趕快筆記筆記 至少可以藉由他的嘴 知道桃園在地名義是怎麼樣 你可以回訪了 我們感謝佛麗摩抖內 敬平不要生氣 是不是被暴力之氣最重的莎莎 我本人影響了嗎 他說支持敬儀打破黑金 我們也跟你說沉默是驚 何仙仙感謝你的抖內 說既然佛麗摩已經抖了 阿仙也要抖 提醒大家 來可以準備趁等一下我們會播放一下這個其實在這次過年 檔期呢我們的正常時段的大新聞大爆掛也會播出 2021的名場面 那我們也先預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在這次中也有 節錄的這一段 等一下在我們這個熟悉的東哥 一場想要教訓柯文哲的記者會上面東哥搶進了風采因為他搶的是臨場左 讓大家回顧一下這個畫面之餘 趕快 重新加入子頻來聊天 我等一下會請我們的來賓可以看我們的子頻 針對大家的這個回應可以來一起討論一下 先看看 之前的東哥 我再帶你看看 昨天的東哥 我跟你說 非常精彩 先看之前畫面 他剛剛講說這個 因為 來往的人員複雜 所以篩檢 這個沒有辦法 最後還是篩檢啊 你現在不是PCR還是要篩檢 所以我不是要在這邊發脾氣或是什麼 但是這個對我們在地來講 有很多的這些工作 一個月前就可以做的 沒有啦 從現在才開始繼續做 我覺得真的會不會有 你從以前到這時候 你有帶我們中情複雜的 八歲發給他沒有 有喔 沒有嘛 沒有在我那天理 你騙笑的嘛 你自己人就吐槽而已嘛 會長 你議員才沒有 不是 我們 會長 我幫你吐 會長 我們今天是中央跟 你有來發南市 你幫我們關心一下 有喔 會長 請我 你選舉一次 來幾次 你這裡的疫情 你還會來發南 幫我們關心 會長 我們大家 一路啦 我想今天是 我們會 我才在聽你啦 對 現在事情發生 我們要怎麼解決 對 對 我反而是 一直做防疫 做防疫 你勾菜 把那2個嚇嚇給我 我知道啦 這樣感到 當然 所以說勾菜 對不對 來剛剛其實這來賓也有說 因為現在東哥應該已經被摸頭了 我們看到其實裡面的 天使也有很多人很了解狀況 說東哥是不是被摸頭了呢 無論如何是不是真的喬好了 昨天這場是這樣子的 包含賴清德 我們等一下來看到下一個場面 賴清德昨天是跟著林長佐一起去 公來參拜 就那公的副主委好死不死 就是東哥 又東哥 對 那兩個人世紀大和解了嗎 這個影片 等一下我們一邊播放的過程中 不要把我的麥克風的音收掉 大家照顧很喜歡看運動 我們就用播報WWE的方式來形容 這一場 好不好 我們先播放這個影片 我們跟那個 賴副總統 我們來個大合照 現在看到的是這個東哥被拉出來 對不對 因為東哥這場很關鍵嘛 身為這公的副主委 他一定要有所表態 這也是一場世紀大和解 大家就很關心 東哥跟林長佐 能不能藉由這場 最後變成林長佐個人 大加分的一場秀 東哥現在在後面 不想探出頭來 就旁邊一直說 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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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一點 東哥看到賴清德了 欸可以 我跟賴副總統合照沒有問題 這時候後面是誰 拍拍的肩膀說 是我啦 哇東哥不要了 不要啦不要啦我過去了 我沒關係我也不要跟賴副總統合照了 我閃一邊去 欸走快走快救了我過一下 喔救鬼子 林長佐說來了來坐啦不要 這時候 在地議員 拉著東哥的手 來哈你來啦來中間啦 賴清德不知道知不知道後面發生什麼事 這麼熱鬧喔 後面簡直就是分手擂台 林長佐很尷尬也想叫他來 不要來 結果有一些媒體拍攝的照片 就是林長佐抓著這個東哥的手 還以為 要世紀大和解了嗎 不是 是東哥跟他說 我真的不要過去 不要再叫我過來 如果等一下撲口號也很精采 原本要講林長佐戰的 東哥趕快搶先 先說副總統戰 好這時候來了 關鍵的手勢 東哥那手勢我看過最軟的手 我比不出來啦 他好像在抱胸 沒有他是放在下面 什麼叫做最軟的手 大家比嘛 不同意對不對 結果東哥 剛剛已經說副總統 副總戰了現在攔不住的就這樣 這是最軟的手 大概就是這樣 這段影片你要說他是被摸頭也好 他在今天跟我們的記者 求證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記者問他說 你那時候是講 這個功很讚 還是什麼 他說沒有啦我是說副總統戰啦 其實當時他耳朵很利 他聽到拍照那頭有人傳出來說 林長佐戰不戰 他馬上就說副總統戰 很聰明 他當場就把這個推掉了 不過在最後那個不同意他沒辦法 他就是這樣 還好攝影大哥也沒帶到他 就是一雙手這樣很軟弱的攤在那裡 無論如何他的意思 他跟我們的家記者說 他其實是不知道 林長佐要去 他知道賴副總統要去 無論如何這段影片 我們先請寶寶幫我們來解析一下 沒有剛剛先講 在剛開始看到那個 就是環南市場記者會那一場 我真的是每次看到每次笑 因為真的太精彩 那一場真的是 大家都沒有料想到會這樣子 因為其實本來柯市長 他已經要接過麥克風要講囉 然後甚至當時那個市府的發言人 志涵也是想要來出面 乾脆拿起麥克風 但好大家一切這個市府這邊的人 都準備就緒 準備想要來反擊 林昌佐的時候 沒想到林東會長 一把直接把他搶過去 當然當時很多人都說 你是不是誰好的啊 怎麼誰好什麼調阿咖 什麼的關 想說誰是誰的調阿咖 你柯文哲無力的小手手 這麼沒有力氣 搶不贏啊麥克風 想說誰是誰的調阿咖 要講清楚啊 而且你看當時 再仔細看他那個畫面 當時這個陳吉仲主委 林昌佐在批北市府的時候 而且他講的很多都是 不實的訊息 什麼沒有做異調 沒做好啊 怎樣怎樣 他在講的過程當中 陳吉仲一字都不坑喔 完全沒有要幫他這個 緩加的意思喔 就讓這個林昌佐 就一直罵一直罵 就直到 林東會長反擊的時候 陳吉仲突然就跳出來 他就說沒有好啦 阿咖你沒啦 不要這樣啦 情況剛剛林昌佐在批評的時候 你怎麼都不講話 對 所以你知道現在 因為當時他那場記者會 這個林昌佐還有先去幫 陳時中部長 開車門喔 這個也是很經典的畫面 對 他現在已經被貼上一個標籤 叫做哈妖立委了 因為這是 覺得你一個立委 基本上你平常在立法院 質詢 這些 官員 你照理講 你跟他們之間的關係 你不應該是這樣子 對他們好像 百依百順 而且你跟他們平起平坐 對啊 這很怪嘛 國會議員 不是我地方議員 對啊 這完全就是不應該他這樣子 所以 當時真的是留下 非常非常多的弊病 然後後來呢 因為大家就想說 那林昌佐是不是就 從此 就真的要跟林昌佐分道揚鑣 然後完全就是不挺他 也不理他 但其實我覺得 林昌佐他應該是一個 算有情有義的人 而且直腸子 對他是直腸子 所以他跟 這個林昌佐 畢竟之前有挺過他嘛 所以他可能也不會覺得說 那這一次在罷免案上面 我就跟他整個完全的撕破臉 完全不留任何一點情面 我覺得他已經做到 很好的一個程度是 大家問他你會不會去投票 他說我那天要工作 所以我應該不會去投票 我覺得他已經講的就是 很舒服 就是把他帶過去了 所以 很多人覺得說 那你是不是被摸頭 可是我覺得 從剛剛的那一段畫面 就是昨天的那個畫面 我覺得林昌會長 他自己心裡 還是有那個堅持在 他應該對林 這個林昌佐 還是有不滿的成分在 其實最剛開始罷免案 他已經成立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好像陸陸續續有聽到風聲 林昌佐一直去找林昌會長 他說 好啦好啦 不要這樣啦 就 過期就這樣好啦 就一直想要去 使盡辦法去摸頭 但你看過了那麼長一段時間 林昌會長我覺得他是非常 記住 你有沒有幫過我忙這件事情 他當時為什麼會在現場 可能幫柯市長講話 因為其實 柯市長還有黃副市長 真的在那一段疫情期間 真的幫他非常多 也去盡全力的去做協助 所以 我覺得林昌會長 他是會記在心裡的人 你有沒有幫我 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事情 所以直到現在 林昌佐他雖然就一直很想要對 會長來釋出善意 可是我感覺他並沒有完全的接受 所以直到昨天 連賴副總統在現場喔 就是像剛剛敬平兄講的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直常直人 連賴副總統在那邊喔 他都可以之後不給情面喔 就完全不給面子 你誰來都一樣 我就是對你不是很滿意 我已經做到這個 他說好我們來比這個XX 他就比了一個像暴凶的姿勢 他也沒有完全的想要來跟他們一起 就覺得後來後來 我們就隨隨隨 大概比一下就好了 所以他其實真的是 我覺得他 在他的骨子裡 其實他真的是 直到現在在 他好像真的這樣 這個像真的好像這樣 軟軟的那個手這樣 看起來不像這樣 堅定的 沒有他沒有 他沒有溫柔 他沒有堅定 溫柔的 但其實說真的 因為林昌佐他這一次這一局 其實很多人的判定是覺得說 他這一段期間 他盡量的低調 然後他也盡量的可能避免去犯一些錯 也不像之前陳柏惟 就是好像又引發了非常多 一連串的爭議 如果楊明這個 一定特別有感 因為其實之前陳柏惟有一些爆料 楊明這邊也出了幾招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真的是有沒有爆料 後續上再去影響他 那林昌佐我看起來好像相對沒有陳柏惟那麼的嚴重 所以這一次可能在明天到底投票會如何 我覺得可以去觀察 但我覺得林東會長其實他的角色非常的關鍵 他並沒有說非常的表態 說我支持你 我挺你 或是我不挺你 他就做到 中間的一個立場 他盡量做到一個中間立場 他沒有完全就是去做表態 也沒有再用任何的言語去傷害你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某種程度來講 我覺得林東會長他真的是 非常重情義的一個人 我覺得 蠻敬佩他這樣的態度的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就會更強大